市事饗宴蔡元培院长科普讲座开始 我们请周梅盈副院长为我们主持 好 彭院是各位贵宾 还有本院的同仁 大家晚安 本院为了要庆祝我们蔡元培副院长的 153岁的名单 所以今天举行的是110年知识饗宴蔡元培院长科普讲座 特别邀请了台湾大学荣誉特聘讲座教授彭旭明院士 为我们主讲今天的主题是分子之美 彭院士是毕业于台大化学系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 是从1976年就回到台大任教 到2019年退休 40多年在台大培育了无数英才 也对台湾的学界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曾经担任过台大的系主任 还有副校长 同时也是本院化学所的和平研究员 代理过化学所的所长 他在跟本院的关系是其实很长久了 在1998年获选为本院的院士 然后在2011年到2014年是担任本院的副院长 那他的很多重要的贡献呢 是在无机化学 结晶学跟奈米科学方面 也是国际上最有名的分子导现的研究主要的成果 他多次获奖 很多很多奖我想也都会说不完 最重要的是总统科学奖 还有台法的科技奖 美国皇家 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士 还有其他在意大利 日本 俄罗斯等国家科学院的一些学术殊荣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彭院士 跟我们做这一个蔡元培院长的科普讲座 他又会跟我们讲解这个化学剑的概念 也会介绍他自己的研究方面的分子金属导现上的重要成果 以及应用性 这是在世界上一些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彭旭明院士 为我们做今天的特别讲座 谢谢 喂 喂 谢谢周副院长的介绍 那今天很荣幸 也很高兴 来做这个蔡元培的纪念演讲的报告 那我现在虽然是退休了 去年前年的8月1号退休 但是台大还是给我一个这个荣誉特聘研究的讲座 我还是可以每天上班 只是不要教书 非常享受我的退休生活 那当然最近本来想到国外到处讲学的 但是这个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 不能出国 所以但是我这学期在台湾很多大学 这学期很多大学可以走一走 所以这个很多很高兴看到很多老朋友 这个跟这个也跟新朋友认识认识 好 我现在讲的是我这些投影片 有时候在国内外都用的 所以照习惯都有英文 英文在并列的 英文并列的 那我说过 这个周副也跟我介绍 我回来从1976年 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的主聘单位就是国立台湾大学化学系 我在那里教书 教了43年才退休 中央研究院化学所也和聘我 也支持我的这个研究 所以我的单位目前都还是 所谓的荣誉讲座的身份 那今天的报告就是分子之美 然后是为了纪念这个蔡元培 这个首任的院长 这个是从中央研究院的网页上头 揭露下来的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创立的时候 1928年四月创立的时候的院长 首任院长一直到1940年 然后再来这个朱家华院 是胡适 王世杰 选诗亮 吴大游 吕远哲 王启慧 到现在的廖院长 你可以想象 差不多平均大概都是十年左右 十年左右一个任期 以前是没有任期的 但是吕远哲院长回来以后 觉得还是有一个任期好 所以通过了立法院修改组织法 现在的院长的任期是五年 可以连任一次 所以大概到廖院长已经通过连任了 所以他的任期也到2026 就会有这个新的院长 这个是好玩的 就是我们中央研究院 过去93年来的这些院长们 那我们今天是要纪念蔡元培院长 那这个是从维基里头录下来的 那我们说这个蔡元培先生 是1968年1月11号出生 然后到这个 然后他是一个传统的世代夫 遂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 具体的缩影 具体的缩影 然后从早期当就是所谓的世代夫 从秀才重举 这个进士汉林院院士等等 这个就是 然后这个 民国成立以后担任教育总长 因国父之邀担任教育总长 1917年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民国六年 然后这个首开先例招收女生入校 然后1927年主持这个 类似于这个教育部的大学院的工作 两年以后 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 并担任院长 十一年 那他是很注重教育 然后你可以想象得到 即使说他那时候认为大学教育的 所谓的两大弊 你念起来 似乎现在也还没有脱离这个弊 当年要进大学的 这个人数 远比现在台湾这个博士的人数都还少 所以当然所谓的大学是知识分子 我们现在即使说 我们现在培养的博士生 几乎这个有这个毛病的还是不少 所以还有待努力 我想总的来讲 这里最后一句 就是二重的来讲 三十岁以前是典型的清朝文人 杰武战败 戊户 戊户 雷图 到45歲成了狂熱的革命黨人 民國初年選擇了教育事業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裡 今天我們的所謂先賢 在這裡做一個介紹 同時很巧的 台北帝國大學也是1928年成立 所以台灣大學跟中央研究院 是同年的 他是台灣大學早了一個月 3月17號成立 中央研究院是好像四月多少 所以台大成立 帝國大學成立 以原台北高等農林學校校地設校 初期有文振學部 理農學部 還有農林專門部 這就是後來的中興大學等等 1928年這是台大的幾個校警 所以我的首屬的兩個單位 都是有93歲的年紀了 這個是台北帝國大學 1945年改名國立台灣大學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 1928年在南京成立 然後1954年在南港復院 所以中間有斷了一陣子 一直到發展到今天 好 這個是為紀念蔡元碧先生 跟大家做一個簡介 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我這個科普的題目 大概是兩三年前 在國外受邀請的時候準備的 那受邀請的時候 這個有兩個人給我很大的啟發 一個就是羅浩文 一個是我的同事 等會我會介紹 事實上我也很榮幸 在顧院長的講座裡頭 被邀請做報告 今天是第三次 頭一次是1998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前世亮的顧院長的講座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的題目 那個時候叫做 原子 分子 奈米科技 那時候奈米科技剛出來 大陸翻譯成奈米科技 名詞的翻譯 那時候剛出來 所以我就介紹了 那時候是給大家一個 科學家數量級的觀念 怎麼說呢 你想想看 宇宙現在有多大 天文學家告訴我們 大概一百億光年到一千億光年 我們取一百億光年好了 光年是光一年走的距離 那一百億光年 就是再乘一個十的十次方 我們現在宇宙的大小 天文學家告訴我們 大概一百億光年 太陽系多大 太陽系大概一兩個光年 一兩個光年 那我們就說 我再問你了 一個光年的距離多少 一個光年 那光是秒數 每秒走三億公尺 每秒走三億公尺 這是光數 每秒走三億公尺 就三乘以十的八次方米 這是光數 那你在乘以一個秒變成年 一年有三千萬秒 又是0.3乘以十的八次方秒 所以光年呢 那實際上告訴你 就是等於十的十六次方米 的距離 光年是距離 那太陽系的大小 大概一兩個光年 宇宙的大小 一百億個光年 一百億個光年 再乘一個十的十次方 所以宇宙的大小多大 十的二十六次方米 OK 然後你在往小的一縮的話 原子的大小 我們說幾乘以後 實際上簡單來講 就是十的負十次方米 十的負十次方米 那更小的原子核 十的負十五次方米 所以這個就是科學家 在玩這個大跟小 這個數量級的概念 然後奈米只是剛好是 所謂十的負九次方米的 那個大小的單位 就是源自分子的意思 等會你們也許還是會 從我的投影片裡頭 聞到以前講的味道 第二次 前世廖經演講 是十一年以後 2009年 我那個時候是介紹的是 分子機械 還有分子電子器件 就是Molecular Electronics 跟Molecular Machine 等會你們會看到 那個是從奈米科技裡頭 台積電是從Top-Down 從已有的製程慢慢縮小 那化學家 是從最小的單元 原子分子去組裝 這個是另外一個思路 這是我前兩次的科普演講 今天回頭就是 還是講最基本的化學的結構化學的概念 跟化學家的語言 那我說過是受 這個諾貝爾獎得主羅浩文的啟發 他在這個1990年的一個期刊 叫做美學儀藝術評論 美學儀藝術評論 發表了這個14頁的文章 那實際上我的題目跟他這就是倒裝 他的Molecular Beauty 也是分子之美 他為什麼會寫這文章也很有意思 因為他拿了諾貝爾獎以後 到處有邀約演講 那常常跟太太一起坐飛機 他一上飛機 科學家就把功課拿出來做 那他太太問他說 你在幹什麼 那他就說我在 對我美麗的分子做功課 那他太太問他說 憑什麼你認為這個分子美麗 那為了回答他太太的問題 就寫了一篇文章 在這個美學跟藝術評論 不是化學的專業的 寫了這篇文章 蠻好玩的 反正分子有千百萬種 他講他的美 我講我的美 不完全一樣 這個是啟發我的第一個地方 這是羅爾浩文 1996年來台灣 中研院訪問的時候 在化學所的辦公室 這個是周大叔前所長 周大叔所長跟我在 招待羅爾浩文 他是非常少數文學修養非常好的 然後第二個跟我這個演講有關的是 我的同事金碧耀老師 金碧耀老師 他的題目是奈米的世界跟串珠 實際上串珠的模型 你等會兒會看到有這個 這個所謂 教科書有很多模型 一般最常見的分子模型就是 這個球棍模型 球是原子 棍是化學件 這樣建構起來 那球棍模型 那串珠模型不一樣 串珠模型實際上 你也說是化學件模型 因為我們知道分子裡頭 電子是佔有空間的 電子台是佔有空間的 原子核並沒有佔有空間 電子佔有空間 那架層電子對佔有最外層的空間 所以串珠模型 串珠實際上就是那個 架層電子對的一個描述 所以等會兒我會展示 這個串珠模型的意思 那它就是 所以串珠模型 有它我們的 剛才解釋的 基本的科學的意思 它在化學系做了很多很多的串珠 那這個是金碧耀老師 是我的學生 跟它的太太佐嘉靖 他們同班 那它在化學系 三樓有一個展示櫃 展示了很多它做的串珠 那都有很 由它講的話 每一個模型都有它的故事 每一個模型都可以講出 蠻精彩的故事 像這有一點 都跟碳六十或者這些 有關的這些串珠 然後可以講出很漂亮的故事 還有一些Zio奶 那個分子篩的東西 那實際上它有過去兩年 今年第三年 在台大有開一個課 就是分子美學的課 通識的課 然後學生就會去學 然後一學習的課 這個是結業的時候 就是學期末來修的同學 在化學館做一些模型 造了一些像 所以它的分子美學 是在台大很受歡迎的通識課程 那是一學期的課 我今天只是用一小時 來介紹分子之美 好 這個才是開始正題 從現在開始正題的 大概第一個化學跟化學間接 有機分子 我會舉很多例子 然後無機分子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名詞 叫配位錯合物的 又有有機金屬錯合物 這都是不同的化合物 我就等會用那個積木來想 講的時候 就是不同類別的成型的積木 生物分子 病毒 還有結晶 結晶是結構化學裡頭 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會介紹 最後一部分 介紹我的研究的部分 平均來講 大概每一個十分鐘吧 今天還要再加快一點點 那化學的內涵及宏觀 我們先把這個綠的先拉掉的話 實際上是你們高中教科書 你們讀過高中教科書的話 裡頭有的是化學式 研究物質的組成結構性質 繼續運用的基礎科學 那是化學早期的定義 那現代化學呢 因為很多儀器的發達 我們可以探測到 原子分子的層次 所以現代化學是在 原子分子的層次上 研究物質的組成 所以已經是可以很詳細的 傳統的材料化學 分成金屬 陶瓷 高分子 那現代的這個複合材料呢 實際上什麼都可以混在這個裡頭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等會這個比喻的話 那基本概念就是原子分子 化學界還有周期表 原子是道爾敦 原子說道爾敦在200年前就已經說了 不可分割基本單元 基本上還是成立的 我們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頭 原子是不能再分割的 OK 分子呢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分子才是具有物質本性的最小單元 通常有一個以上的原子 經過化學間結組成的 那周期表呢 是原子 就是將原子去排列 然後性質會重複出現 歸納周期表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結果 就是門德烈夫在1869年 一百五十年前 1869年 發表周期表 所以兩年前 2019年是他發表周期表 一百五十年的紀念 所以化學會 國際化學會 會推動科普 所以定義 2019年叫做國際周期表年 等會你會看到我們台灣參與的形形 然後化學間就是在量子力學 運用在微觀世界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到原子之間的作用力 然後我們化學家 利用量子力學的原理 做一些近視解 所以叫做化學間 簡單的比喻 原子就是不成形的積木 當然有例外 這個是很多 就是有所謂的惰性氣體 單原子分子 一個原子就是穩定存在 其他的都不會一個原子穩定存在 所以我叫做不成形的積木 那分子呢 是成形的積木 成形的積木 那又有玩了很多種 比如說這是有機分子 這是無機分子 反正就是有類別 防止類的我們叫一類 動物類的叫一類 這就是分子 不同的分子有分類 然後我們就把它說明 當然現在呢 你都可以組合人跟房子 什麼車子都可以組在一起了 這是某種程度非常類似於現在的 這個材料世界的原子分子 然後複合材料 好 剛才講過我們2019年 是國去桌曲表年 所以我們在跟那個化學會跟那個101 講的是他們在11月份 2019年11月份打了一些燈 OK 然後到了12月份的時候呢 我這個是30秒 這個就是我們用101的燈光秀 剛才講過門德烈夫在150年前發表的週期表 然後讓我們到這裡 然後這個是元素無所不在 好 這個就是我們參與這個國際化學會的活動 展示我們這個 剛好玩的是101門這個元素 或者這個門這個元素 是紀念門德烈夫而命名的 所以一個金 一個門 它的原子序剛好是101 所以這個跟我們101 剛好又是一種巧合 所以這個是 好 簡單的週期表跟原子的電子結構 當然週期表有很多 我們是前兩週期的 然後它的電子結構是一個層狀結構 第一個層的就是兩個鏈子 第二層的可以填到八個鏈子 OK 這是這個週期表 跟它的原子的電子結構 那我們可以發現 這些多性氣體就穩定存在 剛才講過的例外 單原子分子 單原子分子 那其他在這個世界存在 都不是單原子 都不是原子狀態 都一定要用結合 那所以像水分子 是由一個氧原子 兩個氫原子所組成 組成的時候它就有化學劍 然後張一個角度 這個才是具有物質本性的最小單元 最小單元 那個化學劍當然 球棍模型裡頭是一個棍子 但是從圍觀世界裡頭來講的話 它實際上是一個彈簧 因為兩個原子之間的作用力呢 在最低能量的部分呢 很像一個拋物線 當你有拋物線的能位的時候 它就是彈簧 就是彈簧 所以實際上 比較精確的描述 這個化學劍是一個彈簧 然後這個就是具有物質本性的最小單元 原子並沒有物質本性 但是是基本的組成 那你可以知道 圍觀世界就是這樣 當我有一杯水的時候 我實際上是有大概十的二十五次方 那個水分子在裡頭 你知道 大概科學家或者這個二十五次方 所以分子本來就很小的 本來就是這個奈米尺度的大小 好 簡單的分子 我們用說 剛才講過這些 這些不滿八個的 它就會去尋找八個做穩定 那像鋁原子 它就把這個電子丟掉 它就變成跟這個一樣穩定 然後這裡佛把它這個電子接過來 多一個負離子 那就變成所謂的離子化合物 這是兩頭的 那中間的呢 都是靠共駕鍵 我們說碳只有四個電子 所以它需要另外四個電子 才變成八個 八個才會穩定 這就是甲烷的結構式 那蛋外頭有五個電子 它還差三個 所以它需要三個氫來補足八鈺體 氧六個 它要補足兩個 就變成水 然後氯七個只要一個 那你可以看看它的元素值呢 元素值就是氮氣 也是八個 它共用三個 氧氣共用兩個 氯氣共用一個 這就是所謂簡單的歸納這些元素值 碳本身這四隻手就可以千變萬化 碳這四隻手呢 就可以變成鑽石 鑽石 就是說每一個碳 四隻手接觸於這個無限延展的 OK 所以每一個碳原子都被四個鍵綁了死死的 所以是世界上最硬的東西 因為要移動一個原子都很困難 因為它每一個原子都是四個手綁在一起 這個鑽石 另外一個是有雙鍵以後 它就變成一個平面的 同樣是碳原子所組成的結構 這個跟這個的價值差得非常多 石墨是非常便宜的 鑽石是非常貴的 然後有 實際上這一圍的碳先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人真的做出來過 也許你可以說 預測它不再穩定存在 這就是真的一圍的碳 雙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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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單鍵 三鍵 單鍵 三鍵 這個東西因為會互相可能會有加乘作用 然後就會破壞結構 目前沒有人合成出來 大量的 你只要能夠合成出來 你大概可以拿諾貝爾獎 因為像這碳六石 就拿了1996年的化學的諾貝爾獎 它這個碳六石的分子結構在這裡 我們再看 然後物理學家用那個scot tape 用那個膠帶 把這個石墨這一層一層剝下來 那一層一層的剝下來 那個一層一層叫做石墨錫 這個石墨錫這個東西 當然也是周副院長的專長 石墨錫的所有特別的性質等等 所以我說你假如能夠 這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能合成 能合成的話當然是有可能的諾貝爾獎 另外一種東西就是 團六石、七石、八石 還有奈米探館 這個東西在日本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范島教授 伊吉馬做了很多的貢獻 很可惜他沒有拿諾貝爾獎 這個日本的范田教授 在奈米探館有很好的貢獻 好 回來頭最簡單的碳分子 最簡單的有機分子 什麼叫做有機化學 當然早期 現在你們還在用很多食品 為什麼叫有機物 好像就是不是人造的意思 不是人造的意思 早期的有機物就是人造不出來 後來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後來演變定義就改了 所謂有機化學物 就是任何東西含碳的化學物 就叫做有機化學物 所以最簡單的有 甲碗 乙碗 乙溪 乙缺 那結構不一樣 甲碗四個碳清鍵 這個四面體 這個乙碗 乙溪 乙缺 我譬如說 我現在就做一個 甲碗的串珠模型 這個我說這個串珠模型裡頭 這個兩個球代表它的 所謂的bone pair 就是這個間結電子對 它兩對的時候排斥力就是直線型的 我現在就把兩個加起來就是四對 它自然就是四面體 這個就是甲碗的串珠模型 這個四個球代表四個碳清鍵 四個球代表四個碳清鍵 這就是高中你們學過 駕乘電子對的排斥理論 我現在就做這個demon給你看而已 在配位化學物裡頭有六對 六對的時候 我就再把一對加進一就是了 六對的時候什麼形狀 八面體 對不對 因為這個架成電子的排斥 那最穩定的形狀就會出來 這就是串珠模型 那我們再看 這個鍵長不等 這個碳碳是單鍵1.54 1.34 1.21 那化學鍵呢 化學家就用量子力學的原理 然後用近視解的方法 所謂近視解就是你把它變成 電子密度分佈在兩個原子之間 然後用波函數 用量子力學去處理 這通常就是所謂的量子力學的近視解 把這個叫做local line molecule orbital theory 把電子密度局限在兩個原子之間 這個時候形成sigma鍵 雙鍵就有一個π鍵 三鍵就有兩個π鍵轉90度 這個是用量子力學的近視解 我們叫做化學鍵 當然很多很高美麗的分子 美麗實際上是對稱的意思 有一個很對稱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是很美麗 像這個四面碗 是一個每一個氫都equivalent 完全一樣 四面碗 但是這個四面碗 因為剛才講過 穩定的是109度 四面碗一定變成60度 所以它的狡障力的關係 讓這個分子並不穩定 它會打開 打開以後就 但是我們可以保護 把這個氫變成液釘碗 保護起來的時候 那個分子可以存在 但是單單這個分子不能存在 我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 是Philip Eaton 它就用合成了這個立方碗 這個是立方碗的球棍模型 球在這裡 棍在這裡 我這裡手上有這個 立方碗的串珠模型 你看起來很像 事實上它代表的意思不一樣 這個立方碗的串珠模型 這個綠色的球呢 綠色的球就是碳碳劍 紅色的球是碳氫劍 就對有一種球 這個球不是原子 球棍模型裡頭是 球是原子 棍是化學劍 這個串珠 是立方碗的串珠模型 OK 那到這個都是所謂正多面體 柏拉圖的正多面體 1964年合成的 這個正十二面碗 這個是正十二面碗的串珠模型 正十二面碗的串珠模型 這些正多面體都可以用簡單的 這些去架構 這個是金碧耀老師的一些串珠模型 要兩個這個就可以做出正四面碗的串珠模型 四個這個就可以做出立方碗的串珠模型 十個這個可以做出十二面碗的串珠模型 所以我這裡有串珠模型 等會可以當作問題的紀念獎 你們可以回去去玩的話 這個蠻好玩的 他開的課很多高中學生都很喜歡玩 當然這個有句話物 這個都是所謂某種程度的結構式 你看得懂的話就是這個都是沒講的 都是一個碳 碳有四隻手 所以他只畫三個的意思 還有一個碳青劍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十二面碗的結構式 然後也有這種結構式 也有這種兩個本環夾起來的結構式 這在對稱的元素來講 都有高對稱的性質 所以某種程度的美學 那當然這個就是化學家的語言 我希望你們今天看得懂 這個所謂的化學家的結構式 像我現在有時候晚上不好睡的時候 就吃這個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 你看美國賣的這個藥 他就把化學師畫在上頭了 你要懂 我每天吃五毫克的這個東西 可能有時候會讓我晚上好睡一點 這叫做退黑激素 這個今年很熱門的這個瑞德許瑋 就是在COVID-19很重症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效果 這個就是我們台大化學系的這個系友 這個合成出來的蠻複雜的東西 中央研究化學所的那個陳隆傑 也花了兩個禮拜 也合成了100毫克的這個化合物 這個今年的所謂的指定考科 也就是以後我們講大專聯考 指定考科就有考這個題目 所以你應該可以看懂化學家的語言 這也就是結構式 當然還有更複雜的 這個是天然物裡頭的毒素 毒素 你可以看看這一條鏈子 實際上好像一條蛇一樣 這條鏈子你就看得懂這個結構 你就知道這個化學家的結構式 這個也是有環狀結起來的 就比較鋼體一點 這是另外一種毒素 所以這都是有機分子 那有機分子裡頭 有這個諾貝爾獎得主 就說過這三位 在2016年 用他們的分子機械 用這個分子去組裝成有機械的作用 你可以滑動來滑動去等等 那得到諾貝爾獎 所以這就是 這都是一個簡單的分子機械的例子 環套環 然後有一個可以在這邊移動 你給它氧化還原 給它刺激它就會動 這都是分子機械的例子 絕大部分是有機分子 好 進到第二個無機分子 在桌旗表裡頭 無機分子 有這個黃靈或者白靈的結構 就有一點很像這個四面碗的結構一樣 但是它沒有伸出去 它就是這個靈四個就是一個分子 所以它很容易氣化 然後也是因為這個絞杖力的關係 它比較不穩定 它會跟氧結合放熱 然後就會自然 這個是黃靈或者白靈 那黑靈或者紅靈就是 把這個劍打掉 然後無線接出去 有一點像這個聚合物一樣 然後那個接出去的時候 就沒有絞杖力 因為你這個分子 才有這個60度的絞杖力 當你這個打開的時候 就沒有絞杖力 打開以後 你就可以有各種各樣的 那些比較穩定的靈的同素育型體 那個就是黑靈或者紅靈 柳也是一樣 柳有八個變成一個黃冠一樣 黃冠的形狀 但是黃冠的分子在結晶的時候 可以有不同的排列方式 就是所謂的單斜瘤 斜方瘤 那只是瘤八的分子 不同的在固體裡頭 不同的排列方式 另外一個瘤的同素育型體 叫做彈性瘤 彈性瘤就是把這個瘤打掉了 然後變成聚合物一樣 那個隨便你拉了 所以瘤你們學過的 同素育型體有什麼 單斜瘤 斜方瘤 都是這個分子不同的排列方式 在固體裡頭不同的排列方式 然後彈性瘤就是不定型的了 不是這個分子 彭的元素質的結構 大概很少人知道這個彭的 好像二十面體是它的基本單元 這個時候特別要講的是 它這一個鍵並不是兩對墊子 因為彭沒有那麼多個墊子 所以這個是變成另外一個更複雜的故事 我就不講了 在無機化合物裡頭有另外一個 叫做配位錯合物 配位錯合物就是它這邊 以前的這些鍵結呢 都是各出一個墊子 形成一個工架鍵 那配位鍵是特別就是 就是這個紅的我們通常叫做陸翼式碱 它有固對墊子 有一對固對墊子 然後藍的叫做陸翼式酸 它是金屬 它可以接受墊子的 所以呢 在配位錯合物裡頭 這個鍵的墊子對呢 都是由一方供給的 在這裡就是這個紅的供給這一對墊子 生成這個鍵 這一類的就是一般來講就是 金屬錯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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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類的 通常有平面四方形 有這個四面體、八面體等等 另外還有一類 等會兒會跟這個很多諾貝爾獎得主有關的 叫做有機金屬錯合物 有機金屬錯合物呢 它的定義是 含有金屬碳件的 含有金屬碳件的錯合物 才叫做有機金屬 像這個順勢駁 是一個錯合物 這個中間是八 然後這是氮 這個接著金屬的是氮 然後都是有固對墊子配位的 這個就是錯合物 但是不叫做有機金屬錯合物 因為它沒有金屬碳件 含有金屬碳件的錯合物叫做有機金屬錯合物 然後它的化學叫做有機金屬化學 同樣的描述這個碳跟金屬的間結 這裡很好玩 剛好化學家合成了 一個化學物裡頭有單件 有雙件 有三件的有機金屬錯合物 同樣的我們用量子力學的近視解 把它localize 在金屬跟碳件 也有叫做Sigma件 π件 這個叫做DPπ件 那有機金屬化學在上個世紀 有很大的發展 有很大的發展 有機金屬化學物有很大的發展 然後用在有機合成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所以2001年的諾貝爾獎 就頒給這些所謂的非對稱合成 因為在有機化物裡頭有所謂的長性 這個長性呢 你怎麼控制這個長性呢 那個催化劑的立體化學很重要 所以他們對這個有機金屬 雖然名字叫做非對稱合成 但實際上跟有機金屬化學非常相關 你可以看到這些都是所謂的配基 都是金屬 然後這都會接上去 然後怎麼樣形成長性的分子 在藥物化學 在很多化學都有很大的用處 那2005年的諾貝爾獎 又再一次發給有機金屬的 你可以看它的是 為了發展這個吸類的交換反應 用在有機合成 吸類是有一個雙劍 但是它的雙劍可以互相交換 然後有時候他們舉的例子 就是像一對五半 交換五半一樣 你就可以隨時交換 這個在有機合成裡頭很重要 因為你要合成一個很複雜的分子的時候 你怎麼樣把它設計分成兩塊 分成兩塊的意思是說 你要合成的困難度就是降低的很多 因為越大的分子合成越複雜 我把它變成兩塊 那你就知道它不是簡化二分之一而已 而是簡化二的二次方幾次方的困難度 所以你分成兩塊以後 然後最後用一步 你設計好的話 用一步吸類的交換反應 把這兩塊結起來 OK 那你就知道這個在有機合成裡 非常的有用 所以他們在諾貝爾講 這個是雙劍的 單劍的就是2010年 八催化的碳碳劍的深層反應 碳碳劍的深層反應 也是一樣 一樣把這個化合物分成兩大塊 然後兩大塊經過金屬催化 它就可以把這兩大塊結起來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叫做有機金屬化學 用在有機合成 然後你就知道從21世紀開始 三次拿化學的諾貝爾獎 好 現在講我的研究 比較接近我的研究的工作 碳碳有單劍 雙劍 三劍 然後金屬的離軌域 可以生成四重劍 四重劍 這個金屬的四重劍 那用利軌域一樣的描述 量子力學的近視解的 有這個Sigma劍、Pi劍、Delta劍 這個蠻特別的Delta劍 所以它會變成相疊型的一個四重劍的東西 實際上我的研究最頭二十幾年前 就是要把這個金屬、金屬 雙核的變成多核 把金屬串在一起 然後研究它的間接 等會你會看到一下 那時間的關係我就跳得比較快 這個是血質 生物分子 實際上這個生物分子 這個血質是 激紅蛋白 是在生物分子裡頭算小的 分子量只是16000左右 16000左右 這是激紅蛋白的 然後一個黑點代表一個氨基酸 一個黑點代表一個氨基酸 然後就用氨基酸組合 然後有一個活性分子就是這個Hemi 血質的這個鐵的錯誤物 它可以在激紅蛋白裡頭可以代氧 那激紅蛋白是這個Monomer 那血紅蛋白呢 是這個四聚物 分子量是64000 這個分子量是16000 那血紅蛋白呢 是四個這個分子結合在一起 但是這四個分子很好玩的 它們就會有合作效應 這個血紅蛋白裡頭的合作效應 是什麼樣有效的 把這個氧氣從肺帶到肌肉裡頭 最重要的觀念 合作效應 你不要看它四個這個Hemi 好像非常的遠 但是它們四個就會有合作效應 這合作效應在早期的這個生物化學裡頭 非常的重要 在做一個這個金屬蛋白的研究 好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 這個我隨便舉一個蛋白質一樣 這個蛋白質也是一樣 這也是一個三聚物一樣 Trimer 三個聚合起來 三個很像的地方聚合起來 然後它的結構有所謂Alpha Helic Beta Sheet等等 這個就是蛋白質的這些結構裡頭 然後這裡有這個像這個病毒 你看這個你好像看過的結構 剛才我給你看那個彭12的那個 彭12的那個跟這個很像 對不對 彭12的這個20面體的時候跟這個很像 所以這個病毒排列也是實際上是非常 跟這個無機的元素值有一點像 反正到了大的分子 譬如說DNA RNA 我們最近都在這個當然是DNA的結構 最近這個病毒就是叫做這個 冠狀病毒就叫做RNA病毒 這個RNA、DNA不同的地方就是這個糖類而已 有一個去氧核糖 一個RNA就沒有去氧核糖 DNA就是去氧核糖核酸 這個DNA RNA的基本結構就是一個雙螺旋 雙螺旋的這個主幹呢 是磷酸跟糖 那個核糖 磷酸跟核糖接起來一個結構 然後在這個山的位置的地方 接出一個檢對 這個檢對就有所謂遺傳的密碼 那個檢對、檢對之間的親見的關係 它是有配對的 像這個C就變成一定要配G A一定要配T 這個四個檢對有它特別配的地方 所以當你把這個DNA 從雙骨變成單骨的時候 再重新複製的時候 因為它們的檢對的配對關係 你還會複製跟原來一樣的檢對 OK 不一樣就完了 就是突變了 你就要有問題了 一定這個是 當你這個雙骨 所有的遺傳都是靠這個DNA的雙骨 變成單骨 然後重新複製又變成同樣的雙骨 OK 不能出錯 出錯就會有問題 這個就是遺傳的密碼 好 我想這個化學劍的一個總結 剛才講過的這些化學劍呢 那這裡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特別講過在20世紀 達諾貝爾獎跟化學劍有關的 一個是1913年 諾貝爾獎是從20世紀開始 1901年開始 所以1913年是某種程度可以說 第一個無機化學家 拿了化學獎 諾貝爾獎 他實際上簡單來講 就建構剛才講的配位化學 配位錯合物 那個建構配位錯合物 得到諾貝爾獎 1954年 Pauline拿了諾貝爾獎 我常常笑話 他就是講笑話一樣 他就憑著一本書拿諾貝爾獎 那一本書就叫做 《化學劍的本質》 《The nature of the chemical bomb》 因為那時候雖然有量子力學 但是複雜到不能用在化學系統 化學家就用更簡單的方法 用所謂的 大家學過的共振的觀念 電腹度的觀念 等等等等 來總結化學劍的性質 他就是對這方面貢獻很多 對早期化學劍的了解 莫利肯是第一個 用這個 也不是第一個 早期重要貢獻 用分子詭譽理論 用在分子的電子結構 我們講一個分子的結構的時候 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 在分子裡頭原子的排列 誰接誰 建長多少 那個也是分子結構 分子結構有兩層意思 另外一層的意思就是 你的分子都是由電子組成的 不是組成 就是電子 都是電子在外頭繞 電子的結構 也是分子結構的一種 所以你要講清楚 我們講分子結構的時候 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 分子裡頭原子的排列 第二層意思是 分子裡頭電子的排列 電子的排列都很複雜 你真的要討論到光譜的話 都一定是要整個一起考慮 不能用剛才我用的這個近視解 在兩個電子之間來處理 這個時候 Municum是第一個 把這個電子結構 用所謂的分子詭異的方法 所謂分子詭異的方法 就是量子力學的近視解 你怎麼樣近視它解它 這都是typical 這後來兩個是 是跟這個兩中心鍵不太一樣的 這個是一個有機金屬的化合物 當然含有鐵碳鍵 這個化合物的結構非常特別 它一個金屬都接十個碳 所以這個就叫做三明治的化合物 有點像兩個麵包夾一個肉餡一樣 所以這個是三明治的化合物 三明治的化合物在有機金屬裡頭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也拿了諾貝爾獎 另外 彭的化學 彭的化學實際上它能夠發展 是因為叫做麥哈頓計畫而發展的 麥哈頓計畫是什麼意思 是美國要發展原子彈的一個計畫 叫麥哈頓計畫 那為什麼會跟朋友有關呢 因為它要分離 柚235跟柚238的同位數 那用擴散的方法 氣體擴散的方法 那你 柚235怎麼樣變成一個氣態 然後用氣體擴散分離這個同位數 那時候是彭 彭的氫化物可以跟柚結合 變成一個原子分子量不大的 不那麼大的東西也可以擴散 但是彭三號是不穩定 最後的答案是用UF6 用六個弗 那個很容易穩定 很容易氣態弗 用UF6 用氣體擴散的方法 分離又235 238 然後濃縮了235造出原子彈 那時候另外一個人選就是彭的氫化物 所以彭的化學的發展 也就是因為要造原子彈而得到很大的發展 那彭的化學當然很有意思 我們都沒有辦法講 但是它的所謂的三中心件 就是剛才以往講的 我們可以近視的 都是在兩個原子核中間 它這個是在三個原子核中間 好 最後兩段 這一段我可能要用大概更快的方法 結晶與藝術 我是所謂的結晶學家 就是很多化學物分子化學物 可以結成單晶 然後用X光照射它 然後就分其實X光照射的 繞射光譜 繞射圖形 我就可以去分析在結晶裡頭的原子的結構 或者原子的排列 所以實際上結晶就是物質或者原子或者分子 在三度空間規則排列的結果 規則排列的結果 那而且結晶有三個特性 就是有周期性 有對稱性 還有有把空間填滿 你不會說有一個地方空在那裡的 它有空的原子就進去嘛 分子就進去嘛 一定是最緊密 最緊密 所以結晶的三維的特性是 周期性 對稱性 和把空間填滿 那這個MCA這個畫家呢 他畫的這個圖呢 雖然是二維的 你可以看 你知道 就有這個特性 對不對 就有這個特性 你看這個飛馬 黃馬 白馬 你可以說是三種分子排列 那這個飛馬排的結果 就把空間都填滿 然後你也可以說有周期性 每三個重複 每三個重複 那這個跟這個之間呢 有一個所謂二轉螺旋軸啊什麼 這些東西 這個鳥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畫家很有意思 我們結晶學家就很喜歡它 就是他把這個結晶的特性 表達出來 表達出來 他還有很多 有那個 那個 違反熱力學的一些圖啊 那用投影的 視覺的錯覺呢 去接到了很多東西 像這個 這個黑夜與白天啊 這個各種花啦 都是展現了結晶裡頭的特性 周期 對稱 還有把空間填滿 那結晶是三維的 這個圖片當然是二維的 而已 譬如說這個 1981年 國際結晶學會 在奧特瓦舉行的時候 他們就把這個鳳葉 Mapper類 這個鳳葉 堆積 用對稱堆積 變成一個圖 白 一樣的 非常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 用這個 MPH的概念 好 最後到我的 研究題目 我的研究的 應用的領域的名字 叫做 Molecular Electronics 叫做分子電子學 用分子 去當導線 去當整流器 去當開關 去當技術 這是這個領域的可能的應用 那 我就設計一組配機 去配位到一些金屬 我不是金屬錯核物 配位到一些金屬 然後 用這個金屬串 同時可以當導線 不對稱的 可以當整流器 用氧化學員 可以當開關 等等 我要介紹的就是 我合成的這個分子 那譬如說 我先合成的叫做 五皮錠二鞍的一個配機 然後配位到五個孽原子 五個孽原子 那 這個 這個是結晶結構建長 這個是 動畫讓你們加深印象 我常常是把三個碳拿掉 變成一個煉狀的化合物 變成一個所謂的蓬龍 四條龍 纏在一個金屬柱上頭 然後我可以把它延長 合成 當然這都是蠻辛苦的工作 合成叫做五皮錠四鞍 然後就可以配位九個金屬 這個就是球棍模型的圖 那我手上這個配金 手上這個呢 就是串珠模型的 看起來很像 實際上也是很像 那這個是串珠模型的 同一個分子 這兩個分子完全一樣 這兩個分子完全一樣 只是一個是球棍模型 一個是串珠模型 那每一個串珠呢 代表的是一個化學劍 OK 代表的是一個化學劍 這個是九個裂的 九個裂的這個串珠模型 然後我們也合成出 十七個裂的串珠模型 OK 這個跟這些是 一樣都是分子的模型的 一種表示方法 只是串珠模型 跟球棍模型 各有它的意思 球棍模型 蠻清楚的 球就是原子 棍就是化學劍 那你有球棍 串珠只有一種 OK 所以串珠模型 基本上你可以說 就是棍模型 或者叫劍模型 OK 像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立方碗 立方碗 這個綠球 就是探探劍 紅球 就是探青劍 就是這樣的意思 實際上的分子 你去看它的時候 看它的墊子 也就是這個比較像的 球棍模型 其實是原子見解的概念 好 那有時候在國外 就是娛樂大家 就把一些圖片 這個龍盤石柱 這個台灣廟宇的龍盤石柱 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那個 整個是螺旋狀的 我們是四條龍的 這個在瀋陽的故宮的 雙龍豹柱 我們知道這個螺旋狀是有手性的 然後你學多的話 你就有手性的 這兩個是手性是 這個正反的手性的 因為它有一個鏡像 OK 因為螺旋狀的都有手性 然後這個是在台大 新生南路3段30號 復發文教會館的花園 它有一個四螺旋的專著 我就把它去照相好玩 這個就是很漂亮的四螺旋體 然後我訪問日本的主播的客房裡頭 他們在院子裡頭有四螺旋的藝術品 四螺旋的藝術品 我就還是把它照相 跟我這個分子去照一個相 我打網球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費迷 我非常費迷 Logic Fellow很不簡單 這個意思只是說 他在邁阿密拿的獎盃 也是四螺旋的獎盃 Quarter pitch 四分之一螺旋的獎盃 這個是在雪梨的公共藝術品 雪梨公共藝術品是一個八面體 然後九個八面米相接 然後轉一個角度 事實上是跟我這個分子完全一樣 我這個分子你看這個深紫色的部分 深紫色的部分是八面體 然後每一個八面體又轉一個角度 一共有九個 跟這完全是一樣的 你去看看玩這個串珠 你就知道跟我合成的分子是一樣的 莫斯科有四螺旋的摩天樓 四螺旋的摩天樓 所以你就知道我很喜歡跑到處玩 出去開會 旅院長都說 你都沒有好好開會都到處玩 好 現在的表面科技 可以把這個分子 接在兩個金夾局中間 加電壓量電流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單分子的導電 實驗上可以做 理論上也可以探討 這個是所謂導電度 就加電壓量電流 就壓電圖 這個是各串 孤串 捏串的壓電圖 這個是理論的壓電圖 各串 孤串 捏串 捏串跟孤串還不錯 理論跟實驗還不錯 各串沒那麼好 不過總是在可允許的數量級裡頭 有了這個模型以後 你就可以分析電子怎麼通過這個分子 答案是99%的電子就經過金屬串 雖然這個配基也是共二的 但是這呈一個倍數 所以小於1%的電子 經過配基在導電 所以我們可以號稱是世界最細的金屬線 就是單原子金屬線 我們的這個金屬蒜分子 被四螺旋的配基包著 有一點像宏觀的銅線 微小化到最小的尺度 就是原子最小的尺度 那金屬蒜就導體 配基就是絕緣體 這個是最科普的講法 那我們也可以修正第二代的 從剛才的皮定變成耐定鞍 這個配合會叫四耐定三鞍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因為等火的這個紀念品 是跟這個有關係的 那這個 這個是耐定三鞍的球棍模型 因為這個耐定的時候 有捏捏金屬件 然後我們合成這個分子的時候 剛好化學序那個積血管落成 那我的序主任給我的榮譽 它就把我的分子變成LED的掉燈 掉在化學管 你們來台大化學管的時候 我可以給點燈給你們看 這通常是關燈的 雖然是LED的燈 但是它不還是消耗一台冷氣機的 一個千瓦的電量 這平常是關燈的 這個要開燈才能看得到 好 我現在的化學呢 是變成從銅核變成液核 像這個 那你們就知道像金變成 金屬變成合金 那是另外一套故事了 像我這個合成的這個 涅 孤 老的不同的金屬串 你去排列組 而是多得不得了的東西 那最後一張讓你們欣賞一下配樂 這個我最近合成的很多金屬串 就像販賣機一樣賣啊 販賣機一樣賣 然後 這個是我最近的今年才發表 去年才發表的一個成果 我怎麼樣把這個金屬串 從銅核的變成液核的 這個配樂呢 是星際漫遊 Star Trek的配樂 我的分子呢 好像在太空中 這個漂浮 從五個孤的金屬串 同合的五個孤的 然後我怎麼樣合成變成 孤薄孤孤孤 因為這個配器叫三皮定二鞍 這個鞍呢 許彎這個鞍 這我們研究出來的 所以我只要跟孤跟鞍一起組 我就可以得到孤鞍孤孤孤 然後我本來要把八呢 放在第四的位置 然後再把兩個再換 就換成不同 但是八呢 只能換在第五的位置 它進不去了 所以就得到孤薄孤孤巴 最後用取代的方法 我用鎂金屬去取代孤 變成鎂薄孤孤巴 所以這個就是液核金屬串 目前最大的最後的成果 我希望可以換成ABCDE 這個是最近的液核金屬串的成果 然後配上這個星際漫遊的 讓你們欣賞一下 我的時間已經超過了 我要結束了 合成最細的金屬線 在這個最後一個部分 然後量他們的導電度 這是我60歲生日的時候 學生送我的拼圖 不同的串 捏串 孤串 各串 不同的電子結構 有不同的間接 我們沒有時間的細想 最後還是要推銷一下 我們這個美麗的校園 台大的野林大道 我在這裡40幾年了 包括學生是50幾年了 OK 那真的是世界有名的 這個漂亮的校園 然後這個野林大道 800公尺長 這個野子樹大概是30公尺高 這個40公尺寬 這個漂亮的野林大道 這個是漂亮的化學系管 叫做積血管 因為張宗摩捐了錢 所以我們要感謝他 叫做積血管 積就是台積電的積 那實際上積血有它的意思 文心雕龍裡頭 有積血與儲保 著履與富財 是有另外的意思 我們也可以一字兩表 好 謝謝 後面有一點感 我們非常謝謝彭院士 給我們這麼精彩的演講 關於化學件跟金屬線 整個整個串聯起來 那我們現在還有大概15分鐘的時間 我們可以請大家提供 大家有些問一些問題 那我知道彭院士有準備一些紀念品 給提問的觀眾朋友 我們這邊有幾份 然後另外中研院也準備了 這個黑洞的明信片 是歡迎大家提問 有提問的就通通有獎 所以我們可以開放哪一位有第一個問題 這位先生請 我是來要講評 開玩笑 就是謝謝您那個精彩的演講 我有一個 兩個相關的問題 就是您最後合成的那些很漂亮的分子 它的那個螺旋性 你不是說有方向性 但有 你合成出來是 總是一個方向 一個螺旋的那個 right hand 就是還是事實上都有 你只是 對就是 照機力來看 它應該是 都會有吧 然後另外一個相關的是 它是不是可以 您之後有合成到17個精神圓 可不可以繼續 像 變得像Polymer一樣 繼續合成下去 好 那 你都是行家 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 這個 實際上這個 手性的化合物 手性的化合物呢 剛才講過螺旋狀就有手性 你問我是 是我合成出左的還是右的 或者 這個反正就是 兩種手性嘛 那一般來講 我合成的時候是 這個 外消懸的 就一半左的一半右的 就講沒有辦法控制啦 就是 實際上沒有 沒有懸光性 那因為一半左一半右嘛 那中文叫做外消懸的東西 那我們也發展一個方法 就是我加一個 這個光學控制器的 有立體的 這個時候我加了這個 這個Canfer 就是張腦環的一部分 正的它就會走懸 加那個張腦環是用負的 就可以右懸 在某些例子裡頭 我可以單獨得到左的 或者右的 但是是由另外一個光能機在調控 可以控制 好不好 但是你如果像假屋 教授有沒有可能走一點 就是你跳成右的 不行 我們在這個 在那個化合物裡頭 我們得到它的所謂的玄光 那你說這個 長度有沒有限制呢 到來 因為沒有限制 因為我已經做到17可能 就數前歸納法 第一等於二等於二等於三等 那個不是這個都有嗎 問題是在合成的困難度 因為你要先合成配基 像這個 這要合成這個 要合成九皮令八胺 那個不是買的 那要合成的 那合成的就很辛苦 九皮令 合成的配基 而且這個產率 越高的金屬素 產率就越低 因為它 你看它高度規則排列 是很不容易的 機會很少的 所以有沒有困難 從結構來討論 沒有困難 只要你合成到配基 你不管產率多少 但是你可以有一種排列 得到這個東西 然後你有辦法把它 isolate出來的話 就可以 OK 理論上是沒有限制 但是合成的技巧功夫 然後你有沒有什麼用途 這都是有限制 有它的困難度 好不好 好 那那個 我就送你這個 我的這個分子 銅龍這個 鑰匙犯 鑰匙犯 你去拿來用 後面有說明 OK 這個打光 好 趕快 沒有人再問問 第二個問題 這位先生 一次有一個問題 請教你一下 結晶金屬分分 結晶金屬在外殼 壓力殼的應用 結晶 結晶的金屬 跟非結晶的金屬 在外力殼的應用 它為什麼會不同 在外力殼 比如說我們潛水艇 它是核鋼 它是非結晶 不是這個結晶 你在講這個 high entropy 沒有這個 這個結晶當然有它結晶的性質 OK 你問的是非晶型的 amorphous 非晶型的這個金屬 OK 對 反正結構不同就不同 OK 但是它不穩定 本來因為分子很複雜 所以有很多排列方式 但是你說一個金屬 金屬就像一個球一樣 去高中做結晶的排列的時候 都很容易做 你只是一個球 然後球 照理來講 就是什麼簡單立方 緊密堆積 六方緊密堆積 立方緊密堆積 大概都是這樣子 你要讓它變成非晶型的話 這還是很困難的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或者合金也是一樣 它叫做 high entropy 高三合金 那個你要去 特別去處理它 處理它以後 它就會有 比較特別的性質 那特別的性質 不一定是結構 有時候是 某種性質 導電度 或者什麼那個性質 就像那個石墨溪 我們把石墨本 一層一層剝下來 那一層石墨溪 現在發現用途太多了 OK 所以那個反正 你有特殊的結構 你能夠很便宜的 大量自備 就有很大的用處 照理來講 我的東西也很大量 很有用途 但是製程很複雜 很貴 很不穩定 所以不太有應用 要真的有實用 一定要是一個很簡單的製程 來源都很便宜 產物都很穩定 慢慢發展 因為第一步 開始先有一個東西出來 後面再可以慢慢改進 因為我在科技部的計畫 我常常被人問說有什麼用 好 謝謝 好 你的問題 我就不展示了 同樣的紀念品 我們有學生有沒有要問 拿來用那個是鑰匙籤 好 那位先生在後面 請你用麥克風 謝謝 請教授再解釋一下 就是在節奏上面的時候 所謂的鏡像的節奏 甚至到多的所謂的左旋或右旋 這樣子的節奏以後 對物質會產生不一樣的特性 或者是說對我們的身體的利用力 會完全不一樣 那為什麼在節奏的左旋 右旋或鏡像的時候 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節奏 剛才回到剛才的問題 已經是說你自備的時候就會 通常你沒有控制的話 你自備的就一半左旋一半右旋 你得到的化合物是沒有懸光度的化合物 因為外消懸抵消了 左旋右旋 那我是可以加一個調控的機制 這個有懸光度 它的懸光度就可以控制四螺旋的 左旋右旋 我可以控制 然後有不同的所謂的CD光譜 而且是負為對稱的 所以要有用功夫 你就可以控制四螺旋的左旋右旋 我說可以控制的 當然出來的性質不一樣 它的CD光譜是負補的 那你說導電度有被影響 我不知道這個實驗很難做 第一個導電度的實驗就是很難做 不要講這個特殊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問就是說 加了磁場 你這個左旋的跟右旋的在磁場下頭 導電度會不一樣 我說應該會不一樣 但是實驗很難做 這個是單分子我撤導電度的時候 我是在大海裡頭釣魚釣上來那隻魚的 但是我在大海裡頭還是有很多很多 沒有釣上來的魚 我做實驗的時候是把整個磁場 加在那個整個裡頭 而不是我釣出來那條魚的裡頭 釣在那條魚你沒有辦法加裝置的 所以很多物理性質 應該結構不同就得到不同 但是問題是很多這些 耐米單分子的實驗不容易做 相請教授解釋的就是說 這些所謂的同分子亦負物 或者說我們去算它的所謂的分子量 它的贊成的物質都是同樣的 但是因為左旋右旋造成它的表現特性不一樣 這個道理是怎麼回事這樣子 左旋右旋它的同分子亦負物 對不對 所以我們去看它的每的分子 它的算它的值分子的總量 都是一樣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產生不一樣的特性解剖出來 有些特性是沒有區別的 有些特性是有區別的 因為你所謂電磁波 你就有一個磁場跟電磁的交互作用 那你這個分子不對稱的時候 這個交互作用就不一樣 所以最簡單的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了 就是我有一個偏極光 我加入這個有手性的分子 左邊的它的偏極光就往右偏 那個右旋的就往左偏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當我一個偏極光 進入這個有手性的分子 它偏轉的方向 因為它的電磁場跟你分子的作用 它就會偏轉方向 剛好就是相反嘛 左旋右旋就相反了 這就是所謂的 這個 首性分子最重要的區別的地方 好不好 我只能講到這裡 謝謝 我們開放下面一個問題 這邊 這邊 非常佩服彭苑市 從科學到藝術 把昇華到藝術 從開始到最後 彭教授在台大有將近50年了 那麼因為我最近去參觀台大的校園 聽說了 台大的校園的建築藝術 它有一個叫做巴洛克軸線 那麼你這個線性的分子 你這個線性的導線 是不是你從這裡得到一個啟示 最終有沒有巴洛克軸線 因為你看看那個 我都不知道有這個軸線 這是我聽我們台大的這個 台大的這個導遊 他在台大幾十年 他說這個當初這個建築 文權隊的這個行政大樓 還有這個圖書館 對著你剛才給我們看的這個 葉林大道 那個是所謂的巴洛克軸線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 我倒需要去領教 當然那個圖書館 那是巴洛克的建築 那個是一回事 那所謂巴洛克軸線 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台北帝國大學 是WELL PLAN 是弄得很好的 我實際上有1930幾年的空造圖 OK 那個時候這幾個都有 至於我的分子怎麼跟他套呢 我不太敢高攀 我只在化學館玩一玩就好了 你應該有我的求樂 還有誰有問題 快了 剩下 那位先生在後面 在後面 怎麼樣 院士你好 就是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剛才院士有寫了 就是有講了後面那個研究的部分 那我想說會不會經常有人在質疑說 那個研究是要怎麼去應用的呢 因為我知道很多化學家可能專門只做 就是理論的部分 那當被別人質疑那個應用的部分的時候 通常會怎麼回復呢 你說最後一句話我沒聽清楚 就是通常做理論的就是發學家 那會不會經常會被質疑說 那你做的這些理論 那最後是實際上是要應用到哪裡 OK 好 實際上這個這個我這個研究 實際上大概從通常大概一個研究題目 五年到十年大概就會做得差不多 就會換 我從1976年回來已經換三四個題目 大概是1993年的時候 我跟科技部的那時候的國科會提的一句話 就是要把金屬金屬多重建 從雙核變多核 那時候沒有這個多核的東西嘛 但是我就是要探討 所以我是合成化學家 我就要先要合成這一類的分子 我探討的是漸結 所以我的研究題目是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量子力學怎麼樣用在金屬串 怎麼樣描述這個金屬串的漸結 就是描述金屬串的電子結構 這一部分我都一點都沒講 OK 所以我的研究可以說是 就是對化學的基本問題 化學件 金屬金屬多重建 做深入的探討 這個是我的fundamental的問題 但是應用呢 只是有很大的應用潛力 因為這個molecular electronic嘛 就是你現在你要把你的這個手機啊什麼 變成我就分子去組裝而已啊 OK 這是應用的層面 但是我實際上自己說穿了 我不太抱有希望 因為合成困難 化學物不穩定 雖然我跟別的教授 很多在合作 研究這些單分子的這些電信啊什麼什麼啦 但是真的要講到 全面大量的應用的話 我是沒有太抱希望 所以我也沒有申請任何專利 任何人願意去研究這個 你就可以申請研究 有應用就是你的 但是我是study 基礎的見解問題 你看我討論那麼多 我都是討論化學件啊 那我現在這一類化學物的化學件 就是在這些不同的金屬 怎麼結在一起嘛 它的磁性 它的電信是怎麼樣 就是研究金屬 金屬之間的見解 這個是我的出發的這個點 到現在也還不是搞得很清楚 但是要在有限的時間裡頭 跟你們講清楚是不可能的 OK 所以你的這個 接好喔 OK 好 那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結束今天的 蔡元培院長科普講座 那我先預告一下 下一次的講座是110年 前世亮院長的科普講座 那因為前世亮院長也是 跟台大的校長 所以我們是跟台大合辦 今年是在台大舉行 所以我們會在2月20號禮拜六上午10點 在台大基學館 剛剛看到那個基學館的松博獎堂 由台灣大學羅清華副校長 也是地質系的特聘教授 要主講潛談同位數地球化學的發展 所以歡迎大家到時候參加 在台大參加 那個我們的前世亮院長的科普講座 也是紀念學術演講 那今天我們 松博獎堂就是在這吊燈的旁邊 剛剛那個 所以那天有演講 我這個吊燈就會亮 OK 所以那天一定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還有個機會 那我們再次謝謝彭院士 今天精彩的演講 也謝謝大家來參加 謝謝大家今天的